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莎莎手作,我是莎莎 情人節又快到了對吧? 所以呢,我們這次一樣來做情人節卡片 那這次呢,是我特別幫了賣的最好的二合一精品封機關手作書升級啦 那這次比較不一樣的就是這個卡片書也升級成為慈禧式的了 之前是魔鬼氈,然後大家反應說魔鬼氈在撕的時候會連這個書皮一起被撕掉 就是魔鬼氈的黏性太強了,所以這次呢就特別蓋了一個磁鐵 所以這個呢也正式升為慈禧書的一部分了 馬上來給大家看看升級過後的樣子 我幫他做了一個外殼給他裝 然後他就有一種比較有正式的材料包的感覺 這是第一個比較商品化的產品 然後裡面呢就有教大家怎麼製作恢復QR Code在裡面 也就是這個影片的QR Code 然後有加一些說明啊,示意圖等等 讓大家可以更方便看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那這個就是外殼的部分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好,我自己很滿意 然後我們就馬上打開來給大家看看吧 打開之後是長這個樣子 整整齊齊的幫大家包好了 所以呢,待會我就會示範做一組給大家看看 就可以按照這個影片非常輕鬆愉快的做出情人節卡片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馬上開始做吧,Go! 在開始製作之前呢,有幾樣工具需要介紹給大家要自行準備的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切割墊 它是iMate推出的,我都習慣用它 那如果你有一般的切割墊也可以,只要切割墊就行了 那我喜歡用它的原因呢,是因為它可以折疊的收納 不管是在對齊這個0.5公分的線啊 或者是在切割畫直線的時候都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適合帶出門 那第二個呢,就是雙面膠 然後剪刀 剪刀 橡皮擦 美工刀 鉛筆 最後是一隻紙尺 這樣子工具就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啦 首先準備一張17x26公分的網刃紙板 把孔挖掉 接著用美工刀的刀背 在12至14公分的地方壓出折痕 接著用直尺輔助,壓出明顯折線 再來將酥皮背面都貼上雙面膠 中間的部分也要像影片中都貼到 這樣子當才不會凸起來 將酥皮的背面貼在深蹤A4和填紙上 接著用剪刀在四邊都剪下黏貼邊 在黏貼邊上貼上雙面膠 邊邊角角也不能放過 撕開後將紙張往裡面包 完成之後,再把折痕用尺加深一次 再來將強力磁鐵放入洞口 用雙面膠固定 拿出3乘以10公分一深一淺的兩張紙 在3乘以10公分的深蹤和填紙上 拿直的約3公分處以下貼上雙面膠 將鐵片往上包合 接著就可以剪圓角 可以按照一片中的方式 也可以自行發揮 前色可以自行縮減0.5公分 一樣剪圓角 貼上雙面膠後 貼在深棕色紙上 接著按照影片中的方式 固定到酥皮上 接著按照片 接著按照片 根本就買了 接著按照片 取圓角 在下方 加水 接著按照片 再来拿出一张25x16公分的浅咖啡云彩纸 在四边贴上双面胶 在酥皮的中间也要贴上双面胶 贴越多越不容易皱 接着将所有的双面胶都撕开 小心的将匀材质平贴于酥皮上 压紧 接着再用直尺压除酥皮上的折痕 再来贴上一张16.5x11.5公分的经典纸 接着拿出封面小卡 稍微修剪一下 小卡后面贴上泡棉胶 固定于封面上 紧接着进行第一个机关 准备一张10x28公分的灰色象牙纸 左右两边各内缩7公分 用铅笔画上线 在左右两边7x10的框框内 内缩1公分用铅笔画上线 然后以7x10公分的框框为基准 在上下个3.5公分处 用铅笔做上记号 两边都是一样的做法 这里的铅笔线可以画大力一点 当成折线 也可以画线之后再用刀背压出折痕 接下来以3.5公分的记号为基准 割出右半边的框框线 框框的部分只割一半喔 然后按照影片中的方式折起来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做法 再来准备两张10x7公分的点点卡纸 翻到背面内缩1公分 画上线 接着将中间的长方形割下来 另一张也是同样做法 接着将框框的半边贴上双面胶 也可以直接把双面胶贴在灰色纸上 比较不会多出来 撕开双面胶之后贴到灰色基底上 两边贴好之后是长这样 如果会卡可以把里面长方形用剪刀修整一下 对内页的部分 再贴上一张13.5x9.5公分的底卡 接下来在里面跟外面四面 各贴上4.5x7.5公分的照片或色纸 照片的话最好是横式的喔 这样翻转卡片就完成 可以贴到梳皮上啦 好了之后来做拉液 拉液的部分准备4张约15x21公分的纸张 4张都横向对折之后 可以按照颜色喜好 全插的开口对开口粘贴 全插的部分准备 完成之後貼到肌底的左邊 緊接著是最後一個卡片機關 隱藏卡 準備一張19x12cm的森棕黑色日本和田紙 拿橫的 在8cm處用刀背壓出折橫 按照折線折起來 接著拿直的左右兩邊各1cm處 用刀背壓出折橫 折出黏貼邊後 把8cm以下區域的黏貼邊剪掉或割掉 完成之後會像這樣一個T字形 再來拿出一張6x5cm的紙張 拿橫的每1cm處用刀背壓出折橫 按照折線折起來 在每個格子裡標記數字1-6 將2跟6的格子貼上雙面膠 先撕下2號 夾貼到6.5x6.5cm的卡片上 接著撕開6號雙面膠 拿出基底 以有黏貼邊的納面為底 對齊3號位子黏合 3號沒有貼雙面膠 只是對齊而已喔 好了之後會像這樣 再來把卡片拉到底後 在1號背面貼上雙面膠 撕開後對齊底部 直貼上一張9x8cm的咖啡色雲彩紙 接著在左右兩邊的黏貼邊上 貼上雙面膠 整個往下黏合 這邊要注意一下 卡片黏合時不要夾貼到機關卡紙喔 完成後可以抽拉看看 機關是否能夠順利進行 再來拿出一張6.5x8cm的紙張 覆蓋的貼於機關卡片上 這是為了遮掉1號記號的黏貼邊 好了之後這樣機關就完成啦 如果會有卡紙或抽拉不順的狀況 可以確認一下黏貼邊是否完全密合 不會有翹起來的情況 把最後做好的機關也貼到卡片書的拉頁上面 接下來就是自由的裝飾時間拉 材料包的部分會多附一張白色的卡紙給大家自由使用 這次的貼紙呢我覺得最搭的就是黑田賞的貼紙了 線條搭配深色系的卡片完全就是絕配 貼紙的部分是材料包贈送 遇到缺貨或其他情形會隨機用其他代替 學習的角色系的配備 經典的部分會不會有黑田賞 在那邊會不會有黑田賞 在那邊會不會有黑田賞 然後學習的角色系的方法 先用一隻貼紙來 在這裡面會不會有黑田賞 然後學習的角色系的調到這裡面會不會有黑田賞 然後學習的角色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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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寫一些想要的文字 這樣整個卡片就大功告成啦 這次的作品我自己也超喜歡 感覺又邁向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那彩答包的連結在下面的說明欄 希望你們會喜歡 也期待你們的作品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